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每日直播 今天是我們的第215集 現在是2020年的10月30號星期五 那我們今天要來討論的呢 就是Keeper代幣 這個 居然像昨天 應該說前天啊 爆炸性的瘋狂啊 就是他一路大概從 約10美金暴漲到最高的時候 來到370美金吧 差不多 就他在370待了一陣子 看一下喔 這眼睛太小 然後一路有衝到 這邊都沒顯示 在unishaw上就有顯示 看在unishaw這邊 price yeah 最高來到了347 在347待了一陣子 待了大概一小時 然後就暴跌下來 然後其實最低啊 你這邊是看到只有17塊 其實你從iLiquidity這邊來看的話 回去這 這邊現在已經沒有了 但如果我們回去Andre的合約來看喔 就大家可以看到 他當時 發這個幣的時候呢 是20萬顆喔 然後他20萬顆是丟到這個 unishaw的deployer 我們來看看unishaw的deployer unishaw的deployer就是 應該是URN的deployer啊 他放了 約700顆以太幣 然後呢 放了20萬顆這個 這個 這個keeper token喔 所以他當時一顆 約1塊錢喔 你注意看 因為700顆以太幣是 約26萬美金喔 然後呢他是放 嗯 20萬顆啊 所以一顆 約1點多一點 大概約1塊美金喔 然後你看他這樣炒到 就連現在都有3800萬美金的價值喔 那這邊先講一下喔 當時 所發生的事情大概是怎麼樣 就是呢Andre呢 其實 他在自己的這個 medium呢 已經PO了幾次 跟這個 keeper相關的文章 他自己就講過幾次了 對 然後這邊你看 這邊 7個小時前 再PO一個 然後後來 22小時前 也PO一個 搞的有點 聲音有點不清楚 趕快先拿下來 Alright 好然後呢 他在一天前的時候也有PO一個 然後 在這個 呃 最早的時候大概六天前吧 這樣 然後就有在PO跟keeper相關的資訊喔 那其實 他在講這個東西已經講了一陣子 如果你有在他任何他在的群組裡面 不管是什麼 Lobsterdell啊 Dell啊 或是這些curve相關的群組 或是wifi的score裡面 他就有講過要做 類似keeper相關的產品 那他其實呢 他講要做很多東西 就是 在這個圈子裡面會混久 或是 常常去買 他做的相關的東西的人 就會知道 他其實前面出過兩次產品 都出現嚴重問題 這個就是eminescent嘛 他發了這個幣 炒到 大約兩千多萬美金 然後一千八百萬美金 都被 倒走了 對 然後只剩一點點的錢 可以 返還給這個社區喔 那 那時候就是他犯了一個錯 所以 這邊要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 沒有任何developer是神喔 Andre也不是神 所以他竟然會犯錯 他也會累 他也會想要休息 然後就寫錯東西 這就是當時 所以 那時候 結束後呢 又出了一個代幣 然後那代幣又出現問題 然後又損失了幾百萬美金 所以大家開始就 就很緊張 然後WIFI也一路從三萬多美金 跌到一萬美金 像今天跌破一萬美金喔 然後大家就開始 就是覺得 Andre出的東西 可能不一定這麼好 然後後來他就一直講說 他要出keeper 這樣子 然後 有點類似一個alarm clock 就是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設定一個東西 然後讓人家去做 我待會解釋一下keeper 是什麼 那所以大家就覺得 OK 這個代幣要發了 然後呢 那很多人都會去追蹤他的地址 包括我自己喔 也是天天追蹤他的地址 所以注意看喔 其他三天前喔 就發過一次keeper 在那之前 他也發過一次喔 他總共 在他自己的這個wire and deployer 大約發過了 應該有十次吧 你看喔 他九天前也發過keeper 然後十天前發過keeper 然後就是 他就是一直在發 然後呢 他也有丟到uniswap過 然後那時候也會有人去買 然後當然之後他就是 ROCKPOR 所謂ROCKPOR 不一定是壞的意思喔 有時候意思就是說 OK 我只是想要測試一下 丟到uniswap上 然後把他拿出來 但是 對Andre來講 這就很困難 因為他現在就有點像是 DeFi中的神嘛 所以他發什麼東西都是香的 所以你 前面十次 就是前面九次都失敗了 然後大家就開始緊張 但第十次呢 這就是關鍵 然後也是為什麼 大家 不相信他的情況下呢 後來真的有錢賺 然後這也會告訴大家 一個很重要的投資觀念 在DeFi裡面 這我之前187集有講過 好 先講一下其中一個重點 就他這次發的時候呢 比前面幾次 提供的流動性都還多 記得Andre呢 是第一個提供流動性到uniswap裡面 很多人會覺得說 他不持有任何的錯 這就代表你的觀念很錯誤 因為呢 你作為發幣者 或是持幣者 你提供流動性到裡面的話呢 就代表說你永遠都還是會持有流動性的一部分 不管是1%還是100% 你都會 永遠會 因為他不會 他不可能會 就是 買完 因為他是 AM 就是automatic market making 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你有100顆在那邊 然後100塊美金在那邊 你最後可以把一顆炒到1億好了 你還是會擁有 可能某種小數點的那個代幣這樣子 所以呢 Andre作為第一個提供者 他提供20萬顆的這個keeper代幣 跟700顆的以太幣 所以大約1顆1點多塊美金 在10分鐘後呢 就是我們當時第一時間 就有一部分的人 就當時就直接買了 那包括我們社群裡面 有很多人第一時間買 因為我們在第一時間 就把這個資料丟出去了 那這就我要講第二件事情 就在DeFi市場裡面 你一定要給自己一個buffer 你要給自己一部分的錢 就是所謂的degen 就是degenerate的方式 就是你想都不想 你不去管合約什麼都不想 因為你要記得 Defi的東西 它很多 可能可以活很久 但是呢 你不一定要看很長遠 這其實聽起來很矛盾 但是呢 就有點像WiFi 他剛出的時候約19美金 我們最早po 最早最早po的時候 就是19美金 在我們的社群裡面 然後也有很多人在19 20塊或100美金買到WiFi 那 我那時候就講過 包括我自己 就有設定一個金額 就是很多時候一些币呢 我都不會想太多 就覺得OK 可能是某個知名人士發的 或是 可能會漲的 比我想都不想 二話不說 我可能就丟一部分資金進去 那這資金對我來講 就好像丟到大海裡面 我不在乎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認為每一個人 一定要設定這個 不管對你來講 是100美金 1000美金 1萬美金 還10萬美金 就是你一定要設定一個這個金額 那當然你還是要看總市值 比如說 Andre發的這個幣 當時發的700克以太幣 所以市值是26萬美金 剛出的時候 那這時候你就要想一件事情 Andre 他是一個 完全不需要做任何的 這個marketing 不需要做任何行銷 就有一大堆人去買他的東西 他是一個 從前面10次隨便亂發幣 都會有人衝進去買的一個人 他是一個發的幣 不用給任何的這個 申請表單 就有各大的中性化交易所 一線二線的都會去上他的幣的人 那這時候你就要去想 你是不是第一個進去的 那他發幣的時候呢 當時到我們社群裡面的時候 大約是他發幣過後的30分鐘40分鐘 那時候幣價大概在2030美金的時候 大家就在想很多 然後我PO了一張圖在我們的 那個Facebook上 那時候34塊美金 那時候我就說 OK你們要小心 因為你不了解這個財美 但是這時候你就要想 就是說 如果你有 就是一部分你不太在乎 不管是100美金 1000美金 就是不要後悔你沒有去嘗試 所以 我這邊要講就是說 就有點像你今天去買 買一個 我不知道晚餐好了 然後呢 你可能省10段晚餐的錢 然後有10段都吃很爛的晚餐好 你就可以這一筆 就是專門拿來在DeFi裡面玩低捲 因為他會給你出乎意料的表現 有時候尤其像Andrea 那我自己這一次就是也是一樣 就跟WiFi一樣 我就是沒有想太多 然後我就覺得 OK cool 30塊美金買一點 20塊美金買一點 然後呢 當然最後他就跑到320塊美金 我記得我最後一次賣到好像是270美金吧 但是我剛才講的意思就是說呢 你要有一部分這個 所以他不會讓你想到 因為真的動很快 如果我們來看一下Astro這個頁面來看的話 其實他真的動超快 就是他的這個飄是很瘋狂的 那這時候你當然如果你會Swing Trading 然後你有Bot準備好 你也可以做這個事情 可是呢 其實他就漲非常快 他在不到一個小時後呢 就一路飆到30塊 然後大家就很緊張 然後一路到60 然後再來到140 所以如果你在那一小時內 然後有在我們群組裡面看到 真的你可以想說OK 沒有人叫你放100%的資產進去 但你可以拿0.1%出來 那這時候你就要告訴自己 0.1%是多少 然後你才不會想太多 真的有時候不用想太多 可是 這不是 This is not financial advice 這是一個 你要給自己一個規則 就是說 遇到這種DeFi token 要不要進去 再來講另外很大的關鍵喔 我們來看一下Valume 如果那時候你有進去的話 然後你決定提供流動性喔 然後你決定提供流動性喔 那個APY也是瘋狂到爆 那這邊也沒有顯示得很清楚 那這邊就只顯示1億美金喔 但記得一件事情喔 整個Uniswap喔 整個Uniswap呢 一天交易量也就3億美金喔 這大部分都是來自於Andrea發的這個Keeper token 其實他當時的24小時交易量是來到5億美金 記得一件事喔 Uniswap收0.3%的交易手續費 是完全百分之百給流動性提供者喔 所以說5億呢 就代表說當時有150萬美金的 那個 流動性的這個 這個交易手續費呢 是給這流動性提供者喔 那真的就有人追蹤到一個弟子喔 他真的就直接買了 然後提供流動性大概提供5%吧 大概就有100 不到100萬 但大約有20萬美金 就直接到這個人的帳戶裡面 他一開始可能就只放了一部分進去 但是他以為損失在這個IO 因為這幣價漲很快 但是這只是在講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 怕他又跌 或是怕他可能漲太快 你沒有即時賣的話 提供流動性也是一個做法 所以當時這個人就有想到 而且好幾個人 我看到一個帳戶喔 超屌 他在1塊錢 就真的是在約1塊美金買到 因為我剛剛講他提供經濟最低點是1塊 雖然所有的data都沒顯示出來 但你懂的話 你剛剛看etherscan就會知道 他最低大概是1塊多一點喔 這就有人在1塊多一點買到 然後在8塊的時候買掉 然後 不知道這樣他就是應該覺得自己 這個賺很爽 大約8倍 還是他少賺了約100倍 Anyway 但是我這時候就是 覺得這一次keeper的事情就是要 告訴大家就是說 第一 加密貨品都一樣風險很大 我看到好多人是100多或200多進去喔 然後 又賣在低點喔 這樣子 那當然這東西很瘋狂 尤其大部分 99%都不知道這是在做的 就連剛出的時候 我看了超久 我把一個影片也看了 他最好的一個介紹的影片 就是Andre自己在介紹 就是這個啊 跟Ken和Centric在解釋keeper是什麼 但我跟你講 他在解釋的時候 就連Synthetrics的創始人 也聽不懂Andre在講什麼 Andre自己講呢 我不能說我自己英文有多好 但是 To be honest I could not understand what he's talking about 大家可以去挑戰你一下 去聽聽看 Andre在講這個keeper的事情 我根本超難理解 然後呢 我在那個lobsterdell的時候 就看到有人就說 OK 他們覺得這是一個lawn clock 然後我念一念 覺得OK 好像是一個lawn clock 就像是一個鬧鐘一樣 然後我就想說鬧鐘為什麼值錢 後來就有人解釋就是說 OK 因為有時候你要做一些signaling的事情 在contract上面 你不想要自己去做 或是你需要提前 需要有別人去做的話呢 你可以把這個行外包出去 然後就開始有人解釋說 OK 這是這個去中性化版的fiverr 去中性化版的upwork 那如果你有在加密貨幣滾夠久 呆夠久 你就知道 像這種外包的產品 2017年2018年 2019年都有人做 然後全然做不成功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 沒人在乎 因為這是Andre的產品 尤其他一出來的市值 才70 才20萬美金 所以 它暴漲是一定的 好 那這回去一件事很重要 那就是information 因為呢 在這個市場裡面 資訊只有一切喔 所以 你一定要加入一些聊天群 不管是加入區外線的聊天群 或是其他像Delao Lobsterdell 還有這個 Defi 還有這個什麼 最近有那個Builder Discord 其實有好多 再重要的是像Synchized 跟WiFi的Discord 在裡面混熟一點 或是一定要在裡面 常看 因為裡面真的會有些黃金出現 但也有很多煙霧蛋 好 講完這個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比較重要的一些訊息 就是到底什麼是keeper 說真的 念完看完讀完 還是不太懂 我就連嘗試去使用都不太知道 好 keeper的網站就在這裡 叫做這個 kep3r.network 好進來的時候 一樣又是這種 wire你的設計喔 然後第一個就是keeper頁面 左邊是你的profile 這邊會顯示你的balance 然後你的bonds 然後你可以add和remove 他會有bonds的原因是因為 他有個三天的bonding curve 你要過這三天才能去接工作 然後這邊現在就有三個工作 然後呢 比如說這什麼 阿菲的liquidation 還有Hedrick poolkeeper URN earnkeeper uniswap v2oracle 就是預言機喔 然後你可以點進去 然後就可以看他現在這個工作要做什麼 然後他今天會解釋這個jobs OK 然後這邊就合約啟動字 然後這個是active的 然後你這邊就可以provide liquidity 或是app 這個apply credit 好 我看得懂 但是我完全不懂要怎麼用 就是我自己其實獲得keeper token 用的keeper token完全在交易上面 但是呢 他現在就有這個功能 然後我看了他合約 就是根本沒有什麼人現在在使用它 然後 那他其實能做幾件事情 我們先來他的這個keeper document 來看一下 他正在介紹一下keeper是什麼 A keeper A keeper is the term used to refer as an external person or team that executes a job This can be as simplicity as calling a transaction or complex as requiring extensive off-chain logic The scope of keeper network is not to manage these jobs themselves but to allow contract to register as a job for keeper and keeper to register themselves as available to perform jobs It is up to the individual keeper to set up their develop and infrastructure and create their own rules based on what transaction they deem profitable 然後第一我想講一件事 他這邊要做的事情其實真的很容易 很多人都可以做 但是真的需要network effect 沒有network effect就不會有人用 這其實很重要 像不管在curve或是wire-end都一樣 如果沒有人用的話其實就沒有意義 就是你真的需要很大的一個池子這種東西才有意義 就像curve 如果curve裡面 curve做的事情誰都可以做 當然如果裡面沒有流動性就不會有人用 就像uniswap做的事情很簡單 誰都可以分擦uniswap 但沒有人用的話他就沒有價值 所以這些產品很需要network effect在這裡 好 這邊檢視的keeper就是說 keeper有點像是一個找工作的人 或是一個團隊這樣子 然後他們可以做各式各樣的工作 從簡單的工作像是 執行一筆交易一個transaction 那這個交易不一定是幣跟幣的交易 他可能是合約 然後呢可能是 叫一個另外的資訊 比如說oracle 所以當時就有很多人說 ok my god keeper要把chainlink的午餐吃走 keeper要變成下一個預言機了 keeper要來到五千塊了 所以當時大家就看到這句話就覺得 可是這邊有很大的重點 他執行的這個是沒有限制的 有點像是就是說 我今天可以開一個工作 然後是uniswap的預言機 為我的交易隊來提供這個事情 這樣子好了 那這個交易隊可能是 ok mr blockb 以太幣這樣 然後mr blockb呢 雖然他沒有上主流交易所 舉個例子好了 然後呢 我開了一個keep job 然後呢 讓這個keeper的人 幫我去拉另外一支 可能mr blockb就是等於 某個某個價錢在某個預言機上面 可以去幫我拉這個價錢過來 所以他要做的這件事就在這 那這其實有解決幾大問題 一呢 就是像最近harvest的這個攻擊 大家就發現了 ok其實 有很多事情是可以透過預言機 或是可以透過這個 戀外資訊 來避免出現這個合約上的這個 flash loan閃電帶的問題 但是呢 這樣其實就有很大的重點 就是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房間裡的這個大象 就是呢 他就不去中心化 好因為你就可以拿到另外資訊 就可以串改很多事情 這樣 好 所以呢 這時候大家就覺得 ok像是keeper 或像其他的預言機 就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好我們來看一下job 所以job呢就是提供工作 a job is a term used to refer to a smart contract that which is an external entity to perform an action they would like the action to be performed in goodwill and not have a malicious result for this reason they registered job and keeper can then execute the contract 所以這邊就講就是說job 就是你可以提供的工作 然後你其實需要抵押一定等值的這個 keeper token 或是某種有價值的幣 他未來會放YFI在這上面吧 然後呢 這個就是獎勵給這個keeper 然後keeper去執行一件事情 那這所有都是合約制的 所以你看 做一個合約 然後這合約要做某種某種事情 然後這邊就become keeper to join as keeper you call bond unit 就是剛才我們看到這個bond鍵 然後反正他要過了三天才行 然後我們現在跳到他的這個medium post 我們可以看一下他怎麼執行 他說navigate到這一頁 然後呢 你可以執行工作 然後這邊會解釋你執行完成的工作 你需要bond三天 因為我自己本來沒有用過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教學 你需要bond三天才可以開始選擇工作 所以 當你增加 然後呢放keeper進去的時候就可以做 他需要抵押一定等值的keeper 所以這邊也有一個很矛盾的問題 就代表說keeper價格如果越高的話 其實 越難去使用這個產品 當然他可以未來做更新 好 然後呢 bond完三天後呢 你就可以選擇執行一個工作 you can view current available job 比如說現在這個uniswap v2 oracle is available however more will be added 未來會有更多新的工作可以加 然後呢 你可以用一個call work 這樣子 the above will make sure that the call is registered keeper as well as reward them as amount of keeper token equivalent to the gas ban plus premium make sure to have credit sign a keeper system for relevant job 反正這邊就講就是說呢 呃 你過完三天後 抵押一定等值的keeper token 你就變成是這個 有點像是白名單的這個合約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執行一些事情 這其實就是一個信任機制在裡面 就是確保就是說你是白名單後 這邊有再講一次 這種東西也是超容易被就是破解的 所謂破解的意思就是 你到頭來你還是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其實沒有 除了他有可能會損失這些 所抵押代幣以外 他沒有其他的原因不去 惡意的測試這個系統 就是這樣 因為真的能控制一個人 其實最終是法律我覺得 就是有點像你做壞事人家可以去抓你 但如果你是完全匿名 完全只是靠代幣去給你壓力的話 那就比較難了 因為有時候你會覺得OK 500美金很多 可是對有些人來講 500美金可能是就是很少 然後呢 有些人可能設置於覺得 5萬美金也很少 因為他可能可以獲利500萬美金 所以其實這也是很難講的 因為白名單這種東西 尤其在能執行合約某件事情 都很困難 我相信未來他一定會想說 OK這個平台越來越有價值 然後會有越來越多人像harvest 會做兩層的認證 就比如說第一層出現問題 第二層可以阻擋 但其實如果攻擊者跟提供戀外資訊的人 都同一個人的話 那其實都很容易破解 好 As simple keepers You only need to call work and you will receive keepers token 好 他這邊就解釋說 如果你只是要做一件簡單的事情 就可以獲得這個keeper代幣 這樣 好這就是基本上keeper要做的事情 這邊有個中文版本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大部分大家也是 都還是很驚訝 這個keeper代幣突然上漲這麼多 如果我們以一塊美金來看 它就要漲到380美金的話 這就等於是380倍 真的 我胡笑 就是這麼多 所以 我自己都有點hope沒有買很多 但是我後來也想就是 不能這麼貪婪喔 不能這麼greed喔 就是greed其實會很容易輸喔 所以 我後來就是想 不能 不能就是 等他 其實我自己最多也沒有買到這麼高 但我就覺得說 但是我當時執行購買的時候 我就 有 我經常心裡都有一個數字 就是說 我不知道這事情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像有時候大家推bomb給我的時候 我也 我其實對bomb 沒有足夠的了解 但是我覺得OK 大家一直叫我買bomb 好我去買 大家一直叫我去玩esd empty set dollar 我也沒有想太多 好念完東西覺得不錯 然後去嘗試 其實defi上裡面真的是時間很重要 可是最終你要有個規則 就是 你讓自己 多少的資金 在 在 哪個環境 我永遠要記得跟大家講 就是你放到裡面的錢 你一定要是那種 你 丟掉都不在乎的一種 就是你完全 就是 就是完全不在乎 就像 我真的就有些我真的不在乎 我就覺得OK 這個輸掉就好 但是重點是呢 你丟進去的時候呢 如果他漲一倍 你這時候又是第二個規則出現了 如果你丟了錢進去 他突然漲了一倍 你該不會要等到他漲十倍吧 不會 你這時候就要告訴你 OK 第二個規則出現了 漲一倍的幣 我要賣多少出來 我通常是直接principle拿出來 50%賣掉 剩下的就繼續 然後如果成功 50%出來 我剩下的 就會再繼續等 喔又漲一倍 好 再拿個25%出來 然後後來的都是profit 對 所以說 規則超重要 在這個市場裡面 不管什麼市場 我自己也不是專業的 但是呢 我就是玩這麼久 我就覺得 規則很重要 就是你 然後如果一個幣跌一半好 這時候你要做什麼 你要設一些 解決 大家如果覺得這有興趣 我來可以把它寫下來 丟在Discord裡面 但是我相信有更多更厲害的人 更知道怎麼做 但是一樣 我覺得資訊面最重要 因為很會教育的人不一定看到keeper 很會教育的人不一定在兩個禮拜前看到ESD 很會教育的人可能沒有在WiFi的時候就進去了 因為 it's different information based trading opportunities based trading prop trading 還有完全只看可以現在那邊trade it's entirely different 這樣 好 那 最後呢我要講就是 好 這邊他也有一個簡單說 他就說簡單說keeper3就是一個去中心化的任務 重包平台 然後這就有點像Fiverr跟Upwork 但是其實我問了很多 就是跟Yuren很熟 就是Andre這邊的 其實他們都沒有覺得這算是一個Fiverr 或是一個job listing website 其實不算是 他比較像是 一個提醒 一個 有點像signaling 所以為什麼 有些人會講它是一個alarm clock的原因 在這裡 好 嗯 對阿這邊就講 keeper3的設計思路 是將這類工作統一發布在keeper網路 由註冊的keeper來learn 領人物同時獲得相應的回報 這麼做 好處減少項目方的維護成本 yeah 其實但這部分其實跟維護沒有太大分 因為維護 好的項目根本不在乎維護成本 其實這部分比較是為了賭絕就是 一部分是項目的中心化 讓項目不這麼中心化 另外一部分是希望可以得到另外的資訊 使更多的項目能標準化 這是什麼 雲位同時促進智能合約的網路 運位生態的形成 維運嗎 還是運位 他們不懂這字 好 嗯 應用成本 今天整個生態的進化到應用層面 DeFi開啟應用時代 但應用的進化不會到此直播 好anyway 對 大家其實都講得差不多 就是 我覺得大部分人都還不知道到底是要發生什麼事 那這就是最瘋狂的地方 再一個完全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的情況 像Keeper 可以漲三百倍 好 戴上我們的面具了 所以最後呢 之前要講一件事 就是萬聖節快樂 明天是萬聖節 今天萬聖節 我也很忘了 但是呢我今天穿了Money Heist 就是呢 Crypto is a Heist YES 所以呢 最後希望大家 有個美好的 這個萬聖節 多陪家人 或是 自己 然後呢 記得設定好規則喔 就是在所有市場裡面 只要你有自己的規則 就是正確的 就像巴菲特常會說 他賺10%就很開心了 對 然後 10%他可以保證的那種 與其你要去賺 100% 1000% 10000% 對 所以真的 很多人常在那邊發一些 沒有必要的APY 真的 你跟我100萬APY 我還不會進去的 因為我要求的是穩定喔 我不要的是那種 今天100萬% 然後必爆疊 沒有地方賣 那沒有人要 所以自己設定好自己的規則 自己的準則要做 好 明天呢 我們會再抽出一個 得獎得主喔 就是我們現在每週都會抽 這次抽50美金 我們禮拜一有給了30美金出來 所以記得你只要把這個影片喔 分享出去 然後呢 記得寫一個你的感想 不管是好的或是不好的 然後一定要公開喔 你可以發在Twitter Facebook 微信 微博 任何地方 IG也可以喔 然後記得一定要tag 就在先生 然後呢 把這個發在我們的Discord裡面 對 如果你還沒加入我們Discord的話 趕快加入 現在已經有400人了吧 差不多 300還是400人 然後呢 如果你還沒加入我們的電報聊天群 然後趕快加入那是最多質詢來的 如果你當時有加入 你就會知道Keeper出來了 OK 好 就這樣囉 大家 明... 後... 禮拜一見 每週二 每週一 每週三 每週五再趕對線 我們拜拜 下週見囉 再見